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之上,曾经存在着很多的著名皇帝存在,就像是在商朝时期的商周王,在周朝时期的周王激发,秦朝时期的银正等等。 这些都是历史上相当著名的皇帝,但是这些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便是对于他们自己内心之中,对于天下的认同,甚至还有他们对于百姓的认同,但更多的是对于他们自己皇位的肯定。 但是在历史之上,还有一位最非常出名的皇帝,而且他在历史上还是非常出名的,而且他不仅对于他自己的天下感到一些不认同,甚至他还不想成为一个皇帝。 他便是明朝历史之上最出名的皇帝,万历皇帝。万历皇帝在历史之上是非常出名的,当然这种出名并非他本人的不认同,更多的是对于他在皇位之上所做时间的不认同。 因为他在位期间的种种不作为,不仅仅是对于他本人的不负责任,更多的是对于整个天下的不认同,而他不认同的原因仅仅在于他的老师与文官集团发生冲突之后,他不想办法帮助他的老师将文官集团压制住,反而左看着他的老师被文官集团给集体陷害最终身死。 然而在他的老师生死之后,他对于文官集团内部,便有了一种厌恶感。 但是在的那个是文官集团,并不是特别的强大,如若他发挥得好,甚至可以将文官集团给彻底的铲除。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,相反的他在这种不断厌恶的情绪下,竟然利用他本身所有的腿脊来当作借口,直接开始在后宫之中处理正事。 不再上朝了,古代时期不仅仅代表的是皇帝对于天下百姓的关注,更多的是对于整个朝堂开明的一种默许体现。 而且在万里皇帝之时,文官集团并非是全部都同流合污,还有很多的文官与他的老师一样,根本不理会文官集团。 他们一直在等待万里皇帝上朝,然后亲自将奏折提交给万里皇帝,但是他却一直在后宫之,虽然并不是特别迷恋美色,但他却将奏折的上交路途给了文官集团, 让那些清廉的大臣不断地遭受到文官集团的压迫,最终去世,甚至被文官集团诬陷贬官等等。 而且在这期间万里皇帝都没出过宫,对于天下形势,几乎是处于一种默认的态对,即宁侍侍奏奏之上看世界,一直自暴自弃,最终整个朝堂几乎都被文官集团掌控。 这也能说是一种悲哀,在整个文官集团的控制下,明朝一直在奏下坡路时,被横空出世的魏忠贤掌控组织了下滑,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崇祯皇帝在文官集团的迷惑之下,直接将魏忠贤斩杀,将整个明朝拖入了坟墓之中,造成这一切的原因,便是万里皇帝这位对天下不认同,最不负责任的皇帝。